歡迎收看電玩宅蘇佩 我是主持人墨金 今年日本動漫界 重磅消息真的是一個又一個 有獵人進度再開 灌籃高手最新動畫電影年底上映 不過也是有令人遺憾的消息 遊戲王作者高橋何希老師 昨天被證實命喪沖審 事發經過與死因都還在調查中 真希望這消息不是真的啊 日本媒體報導知名動漫遊戲王作者 高橋何希老師被發現命喪沖審海邊 警方研判已經死亡數日 目前正在調查事發經過與死因 根據日媒報導 高橋何希老師是獨自一人來到沖審旅行 6日晚上租車公司因為聯絡不到租借者 所以向警方報案 同日上午明戶海上保安署 也發現一具穿著浮潛裝備的遺體 經過一日的調查 警方在7日證實死者正是高橋何希老師 曾經負責連載遊戲王的周刊少年Jump 基因社也證實老師身亡的消息 不過由於事故來得突然 對於漫畫後續情況 出版社也表示未來的事情都還沒決定 高橋老師意外過世的消息 也讓不少粉絲在推特貼上 死者書生這張遊戲王當中 可以讓目的怪物復活的卡牌 藉此祈求老師能夠逃過災厄 多希望這個消息不是真的啊 O wao 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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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n